大家好,我是香港奇緣教室首席廣師杜兆雄 杜Sir Freeman 今天是11月29日 本應在《信報專欄奇緣教室》有文章 題為《廣股政策史專注深水股》 從9月中開始的狂牛波幅 升至10月7日的23211點後就掉頭下跌 則不時正是11月結算日 恆指收19366點 但最低跌著11月26日的19054點 也就是最大跌幅有4187點 令市場人士哭笑難分 這次狂牛波幅的標準官方標題是 裁測組合拳 但此刻看這套組合拳似乎是花拳 有姿勢沒有實際 在真正撥擊中權力不足 唯一盜力的只是地方債 的確是解決一些問題 但不是預期的目標 特朗普商人治國為財事用 若目標是要刺激社會消費加強來需 此刻 似乎又試著進行傳統的口號食運動 地方債問題以中央財政關係密切 這是關係到國家層面的管理 但去到普通百姓的行面 地方債以商品價格和消費信心又如何連接 不且稱之這次 受腿離地 當然 若鼓雪繼續下跌 要維持國民的政策 又一定會陸續出台 組合拳後再組合 應該沒有難度 不然官員們就實在沒有面子 不且認為 若特朗普為上級領導 下屬官員做事的成效如主 這寫官員的結局估計就是 You are fired 順帶一提 特朗普的新班次未完全構成 但表面看實在厲害 關鍵在於個個都是行業的精英 這足以說明是商人治國 為財使用 體現了典型的美國實用主義 相信明年開始就會立即破舊立心 Make American Great Once Again 完全有可能 並且會令世界改變 能再清史留名的 一定不是你賺了多少 而是你做了什麼 中國必然面對美國奪奪逼人的挑戰 但這可能是好事 中國不得不面對現實 全力開發內需 GDP由內需大動 更顯華夏風采 下雨料有一波短暫行程 本爭11月1號的文章題為 增持現今認特朗普回白宮 不得也是的確當時 沽出股票轉持現今 此下是頗為瀟灑地等機會 見不少人辭掉下一貨 要等待回家鄉 可以理解而且可行 但這是被動的做法 因何時可達無法知 在生活中總有負面情緒 不得是沽出股票 將虧損部分寫入日記 現今在手 用主動的期權策略 賺期權金 每盤年計算節約 看自己不斷賺錢 又不斷進步 積極的正能量產生非常正面 翻家鄉的目的地 也會越走越接近 只越可待 廣股處於中央政策驅動期 天天等政策 股市成交量在宿 則也有所變 傳統理論不一定適用 還在廣股未吃 就一定要適者生存 此刻市場又等待 十二月中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我們可與其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 股市又會出現一波上漲 估計這會是短暫的行程 但有行程總比沒有好 了解這種規律 就要學會所謂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生活就為止更是要如此 Longcore國泰期權巧銀光 在這一個花拳受腿的日子裡 廣股有波幅 無方向非常無奈 不過若心平氣和 專注深水谷活利也佳 本欄9月20日的文章提為 巡物為諸 捕捉國泰復興機會 文章提及今年7月至8月 Shop 8元折貨 但實際折貨成本 只需行使價的70% 也就是5.6的水平 因為從政府出資救國泰 293開始就做該股期權 累積的期權金令折貨成本下降 9月至10月的期權金由已存收 此刻國泰股價已達9.6毫半 12月的期權金相信一定售 持股成本比當年的公股價 4.6毫半還要略低 再加上回購可換股債券屬身的正面消息 證明了國泰的實力 派息也會穩定 不只持股信心更強 而且還制定了來年的期權策略 對期權有興趣的讀者 不妨再越該民一定會有收益 本月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全面運作 國泰千億舊飛機配合政府 建立機場城市 國泰將說港人引以為傲的品牌 並成為香港的標誌 第二,不者在期權系列書中 有個市場使用的句子 利潤在手,狼風浪 由於幾乎每個月都操作該股 熟悉細節 此刻有利潤在手 不妨狼一狼,考眼光 不者是狼狼國泰12月期權 行使價9.75元 整個個案在期限97 11月沙龍有具體描述 觀點是看國泰12月 會試敲10元大元 目前,浪廓商利員已近翻倍 這是不者給自己準備的聖誕禮物 本文朗讀完畢,多謝收聽 今期文章就來到這裡結束了 香港期權教室成立在2008年 賭Sir自2007年起 賺者信報專欄 期權教室至今 17年來,從未間斷 2018年更榮獲香港交易所頒發的 Stock Futures and Options Education Partner Award 以感謝賭Sir對港股期權教育的貢獻 而期權教室出版的各種書籍 在香港以及台灣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大家也可以在教室網站上的網上書店買到 建議下場之前,先要看書 下期文章是12月13日 到時再見,拜拜 拜拜